武汉疫情新闻动态更新 确诊病例4675 疑似病例6973 死亡人数106 治愈人数74 世界卫生组织新定武汉肺炎风险为非常高 承认低估武汉肺炎危险很大错误 北美疫情新闻更新 美国 美国健康部门,美国卫生部长于1月28日 召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记者发布会 会议表示,目前在美人员无需担心自身的安全问题 该病毒对美国公众的风险仍然很低 眼下面临的部分风险是对于该病毒的信息并不完全了解 但美国也要做好准备和应对措施 有记者问道,现在美国有很多人购买口罩,是否有必要 卫生部部长表示,目前没有必要 美国扩大疫情筛选范围至20个机场 此前美国只有5个机场会对旅客进行筛查 根据CNBC的报道,美联航宣布暂停部分中美航班 新汉布什尔,新增两例疑似病人 两人最近都有前往武汉的历史 并且呈现出一些症状,具体结果还在检测中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扩大旅行最高风险等级范围 避免前往整个中国 原定直飞旧金山的飞机改道 从武汉直飞阿拉斯加,转加州安大略机场 旧金山机场发言人宣布 飞机将从武汉直飞阿拉斯加机场 然后再转乘另一架航班飞往加州安大略机场 此外,因为包机座位有限,美国领事馆表示 并不能满足所有想要离开的人的需求 他们会优先考虑最有可能被感染的人 疫情好消息 全国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新增数首次下降 疫情进展防治类 第四版诊疗方案 新型冠状病毒可通过接触传播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一周前增加15倍 病死率2.3% 武汉市卫健委事宜 确诊病例数字为何激增 单日样本检测能力 由疫情初期的200份提升到近期每日的近2000份 提高了武汉市各定点医院确诊病例的速度 中南山专访摘药 疫情应该在一周或十天左右到达高峰 不会大规模增加 不会因为春运返程出现大传染 但排查的措施不能停 专家 蝙蝠很可能是病毒源头 水雕可能为中间宿主 名声类 武汉市中小学2月10日线上开课 出行类 内地赴澳门自由行签注暂停 以上是今天的疫情重点新闻 请关注我们的持续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